Hello,欢迎来到99TV苗知识,我是Joey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在2013年加拿大籍华人兰可尔在美国洛杉矶身亡事件吧 当时这件事引发了很多的说法与争论 因为事件过于离奇,所以还出现了很多都市传说 一宗离奇的命案,一段诡异的录像,一间老旧的旅馆 留下了无数个令人费解的问题 那今天我们再重新看看兰可尔的事件吧 2013年21岁的香港裔加拿大籍学生兰可尔 在洛杉矶市区的CCL Hotel离奇失踪 最近这起悬案成为网络媒体Netflix热映纪录片的主题 兰可尔生前留下来的最后身影 是一段CCL Hotel电梯内的监视录像 洛杉矶警察在办案过程中公布了录像 在网络引发了乐意 电梯间的录像显示,兰可尔似乎在于一个镜头外的人说话 他举止怪异,一下子走进电梯,一下子又跳出来 双手比划着手势,似乎还试图躲在电梯的一角 而且两分钟左右的录像 电梯的门始终维持开启的状态 在兰可尔失踪19天之后 酒店员工在顶楼的水塔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有些人说那段影片中有超自然灵异现象 直到今天关于兰可尔的失踪与死亡 还是有各种奇怪的阴谋论 这也是使导演贝林格拍摄这部纪录片系列的原因之一 综合整理了各种说法 大致可以分为灵异说,谋杀说,阴谋说与精神说四种讲法 由于兰可尔当年入住的酒店本身也是劣迹斑斑 这家酒店自从1927年开业以来就发生过很多宗命案 酒店经理在纪录片中透露自己在酒店工作十年期间 大约有80人在酒店内死亡 而兰可尔事件曝光后 大批民众侦探前往酒店进行调查 网民指兰可尔案件的经过跟经典鬼片 雨夜闪铃的情节有很多共同点 Darkwater其实是2002年上映的日本恐怖片 鬼水怪谈的美国版 而这个秘案跟电影情节相似 电影里讲述一位单亲的妈妈为了顺利争取监护权 开始找寻与女儿展开新生活的住所 却意外搬进了鬼屋 一连创怪事开始发生 天花板漏水 雪龙桶流出黑色的水 原来这一切都跟鬼魂生前在水厢溺斃有关 最恐怖的是 在电影中的小女孩取名Cicilia 而兰可尔遇害的酒店名就是Ciso酒店 兰可尔在升降机录像片段身穿红色外套与黑色裙 竟然跟电影中水下溺斃的小女孩身穿的衣服不谋而合 另外电影中有多个升降机的镜头 跟兰可尔的升降机录像的画面都非常相似 甚至兰可尔的动作与行为都跟电影几乎一样 尤其是那些看完升降机录像的人 更加认定灵异术的真实性 兰可尔进入电梯后就把电梯里的中间一排按钮按下 但其中14楼的按钮没有亮 说明他当时正身处14楼 距离天台的15楼只有一楼之差 而这时电梯门竟然迟迟不关 当时他一直在升降机内往外看 而他的手部动作也很怪异 看他在CCTV里的表现的确不太正常 有种撞写的感觉 不过在纪录片中也解释了 酒店的电梯按下的楼层越多就会延迟关门 但是有一点非常奇怪 当他转身之后 右边的脚有移动而左边并没有移动 这也是很多坚信林一说的朋友提出的证据之一 更巧的是 韩国有一种电梯游戏 可以去到另一个世界 与兰可尔的状态似乎也很相近 韩国的电梯游戏的玩法是 先找有电梯并且超过10层的建筑物 而且要确保试验图中没有其他人 首先在一楼乘坐电梯 按下四楼后 静待电梯门关上 到了四楼后再按下二楼 然后等电梯门关上 到达二楼后再按下六楼 然后再依照二十五的次序重复步骤后 会在五楼看到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乘电梯后会按下一楼 试验成功的话 电梯会向上到十楼 如果想停止的话 随便按下某个楼层即可 但是当到达十楼时 你已经成功到达了除了你之外 没有任何人的世界 根据兰可尔的各种怪异行为 也让很多人认为他可能是遇害的 有可能他在电梯内的怪异举动 像是在躲避什么 或者正在躲开双手 因为警方验尸后 已经排除他有吸食毒品 而且他尸体被发现时是全裸的 所以也不排除被谋杀的可能 Seasaw Hotel曾经是洛杉矶最豪华的酒店之一 但好景不长 开张没多久就遇上大萧条 很多人都消费不起 导致只能降价 服务也越来越差 加上酒店频频发生命案 酒店变成当地恶民招商的地方 兰可尔之所以会住这个酒店 就是因为价格便宜 85美金就可以住一晚 这可是洛杉矶的市中心哦 不过这里同时也是罪恶之地 到处都是露宿者搭着帐篷 吸毒者 暴力犯罪 由于市政府要求酒店开放部分房间 给一些无家可归的人藏租 所以酒店内有人住了二三十年 十分复杂 还经常会发现有人在电梯里被打劫 如果不愿意交出财物 会被人带到顶楼扔下去等等 而最关键的证据就是 第一位访问的警察说 发现兰可尔尸体的水箱 当时盖子是关上的 如果他是自杀 怎么可能自己关上水箱的盖子呢 另外上去天台有两条路 第一是走在大楼外的爬梯 另一种是从楼梯上去 而且楼梯那里有警报 但是警报没有想过 所以很多人认为他是被人带上天台的 原本天台水箱的盖子是谋杀术的关键 但是纪录片又采访了当时第一个发现尸体的清洁员 他清楚记得 当时水箱的盖子是开的 那么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呢 虽然兰可尔尸体是赤裸的 但是经过法医的检查 并没有挣扎反抗的痕迹 也没有遭到性侵 那难道是他自愿走上天台的吗 由于这个案件有很多矛盾的地方 包括之前说的警察与清洁工的口供都不同 法医曾经改过验尸报告 还有我们看到的CCTV也是经过删减的 而警方的解释说 删减了一些无关电梯门的开关部分 影片之所以漫放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他的样子 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公开原片呢 这一直叫人不解 最重要的是 在兰可尔住的房间中发现了一盒药剂 药剂的名字叫做Lan Elanso 与兰可尔的英文名Elanso Lan一样 十分巧合 这让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阴谋 兰可尔可能是为政府做秘密实验的人 所以口供才会有矛盾 CCTV被删减 法医才会更改报告 不过纪录片采访那位法医 法医表示他也是能真的只是填错了而已 这个可能是最接近真相的一种说法 也是纪录片给出的答案 由于兰可尔有习惯写博客 在他的博客里曾多次出现亲身的想法 而且根据资料显示 他在加拿大读书期间 一直有服用至少三四种抗抗抗药物 但是在尸体报告中验出的成分非常少 相反在他的行李中找到了大量的抗抗抗药物 检查人员发现 剩下的药比应该服用的量要多很多 证明他已经很久没有服用药物了 而且纪录片还反问了一些人 证明了兰可尔入住了四天 前三天是与其他女生住在同一个共用的房间 与他同住的人投诉他 说他经常会在别人的床位贴纸条 而贴纸的内容是叫别人回家去离开等等 所以酒店最后没办法 只好把兰可尔调到单人间 除此之外 兰可尔的朋友还收到过他寄来的明信片 不过明信片中的语言十分混乱 完全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 而且兰可尔还在看现场歌唱表演想冲上台被阻止 也曾在酒店大唐高呼洛杉矶已经疯狂 我也是一个长期服用抗抑郁药物的人 如果停止服用药物的话 很有可能精神出现异常 其实上述这些对兰可尔的描述 让我联想起我以前的一位同事 他就是这样的状态 经常会问我是不是有了骂他 而且是用他们家乡话骂他 但是当时整个公司没有人会说他的家乡话 有时候他会突然把公公的垃圾桶踢坏 说看见自己暗恋的女人有了别的男人 但其实他描述的女人根本不住在这个城市 只是曾经来过公司一次而已 所以我觉得兰可尔很可能是有精神上面的疾病 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啦 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点赞还有分享这个影片 还有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银铛 那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